好 谢谢介村 稍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把镜头转到现场 来看看这个抢姑开始的情形 好 接下来为您报道 想要问您一个问题 如果趁着暑假来学才艺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种种呢 在恒春有几个小朋友 他们是趁着暑假来学弹乐琴 唱恒春的民谣 因为他们是民谣国宝老师 朱丁顺的曾孙 那么这位大师现在已经84岁了 小朋友是自发性的 希望能够学好恒春的古调 把这项传统的记忆传承下去 从Doremi开始练习唱歌的音准 也是学乐琴的音阶 三个小朋友正在像曾经获得 金曲奖特殊贡献奖的 民谣国宝老师朱丁顺 学习恒春古调 他们是朱丁顺的曾孙 旁边两个学龄前的小朋友 抱着乐琴还不知道从何谈起 不过一旁这位九岁大的朱玉璇 才一个暑假已经学会五种古调 别的小朋友放暑假可能选择四处游玩 朱丁顺的曾孙却来学乐琴 这可不是朱丁顺逼他们的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 让年纪小小的朱家第四代 对乐琴和民谣产生浓厚兴趣 自己讲很有兴趣 换阿周的民谣诗传 二十多年前 恒春民谣几乎没有什么人唱 十二岁就开始学习弹唱的朱丁顺 坚持不能够让这一项传统消失 民国八十九年 他开始在恒春交唱 甚至在社区大学开课 有表演机会他也不缺席 不过这二十年来一直没有出现 令他满意的学生 学恒春民谣没有谱 要先背歌词学唱法 再学乐琴的伴奏 朱丁顺认为天分好的学生 学会唱法旋律 就能够自行找出乐琴的弹奏方法 而他的小曾孙就有这种天分 现年八十四岁的朱丁顺 在恒春已经有不少徒子徒孙 没想到教了二十年 却是小曾孙学得最好 开学前朱丁顺要把恒春民谣七种调 全部传给小曾孙 这项传统记忆也不怕后继无人了 记者 杀明校 评论报导